中秋节廉价的第一天 2021秋月艺术节18号下午 是在吉安乡的荣安公园登场 以秋及月为主题 各族群共享乐为艺文体验的内容 活动包括有艺术的展览 工作坊的体验 市集音乐以及舞蹈表演 期盼透过中秋节 激荡月亮在东岸 以及各族群间的文化意义 花蓮县文化局为迎接中秋佳节 邀请慈恩国际艺术村 协助规划执行 首度举办民俗节庆活动 2021秋月艺术节 要让今年东岸的月亮很多元 18日连假首日下午 在吉安乡荣安公园 以乐舞表演展览 市集和工作坊热闹登场 用多元文化的角度 跳脱源有就是汉人的视角 可以邀请各民族 各东部的这些族群 一起来分享关于 月亮的一些文化脉络 所以我们这一次 特别就是邀请了 我们吉安在地的 泰鲁阁族部落 以及阿美族部落 以及还有我们 在地的表演创作者 以及我们慈恩国际书村 祝村的艺术家 也从当代艺术的角度 给大家不同的感受 这一次的秋月艺术节 就是期待以 多元文化的脉络 来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活动邀请 慈恩艺术村三位 驻村艺术家 带来各自策划的艺术展览 还有五组艺文体验工作坊 集结在地特色艺品和美食的文化市集 并邀请融合各族群特色的音乐 及舞蹈表演 传达各族群共享乐的艺文内涵 期盼能在疫情期间 透过音乐 传达喜悦 跨越疫情 联系感情 找会对生活的热情 记得长邦彦吉安箱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